今日,针对外界十分关注,在美国第二轮对一制裁一事,美国官方就给出了明确的回答,五日制裁将正式生效,但在能源出口一块,不再追求所有国家全部归令,中印日韩土阿等八个国家和地区将会获得豁免。 按照美国的说法,是美国追求的只是惩罚伊朗,迫使其放弃发展核武器核导弹,放弃对叙利亚的军事干涉全部撤出,并没有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心思。 所以开出一份后面名单,就是为了给相关国家更多时间,逐步减少伊朗石油的进口量。 我们知道,伊朗经济的主要驱动力,是其油气资源的开采出口,所以第二轮制裁才会将石油经营,作为主要打击对象。 如今美国给出一份豁免名单,也就表明美国承认失败,制裁已名存实亡。 美国之所以暂时放弃制裁,开出一份豁免名单,主要有两个原因。 一是,自其放出将重启最严制裁的口风以来,就受到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抵制,曾经以为可以说服的盟友不仅没有反应强烈,还顺势推出了SPV国际交易支付体系,欲途打击美元霸权,削弱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,而中印俄等国,更是丝毫不理会所谓的制裁。 该如何做就怎样做?可以说美国即使枪行推动第二轮制裁生销开展,没有相关国家的配合效果也不会大,所以为了避免面子受损,只能是将过去不会豁免任何国家德化吞了回去。 二是,国际油甲对美国先任政府中期选举不利,目前离中期选举移植有时于天,这时候如果伊朗石油出口锐减,其他国家如沙特等国,又不能及时补上国际需求趋口,那么石油大幅上涨价是必胆的。 而这样一来美国好不容易有所抢眼表现的工业和就业又会受到创伤,这对于白宫里的纳位可是十分不利,基于以上主要两点,因此美国暂时放下了对伊朗的打击围堵计划,而伊朗外交方面也是十分灵活,近期主动向美国抛出了一份商业大单, 购买美国已经滞销的农产品,大豆,据美官方数据显示,自九月份以来,美国密西西比巴尔伊朗的轮船,共计搭载了33.5万吨的大豆,虽然伊朗方面解释称,只是一则正常的商业交易。 毕竟美国目前大豆农产品十分便宜,但在前两年伊朗却从未进口过美国大豆,到现在这个关键时刻却突然选择进口,未免太过巧合了一些。 很显然这不过是伊朗在逃合美国,给白宫一个暂时放松制裁的台阶,毕竟美国斗农的选票不容小叙,安抚好斗农可以为白宫现任班底带来不少的选票。 不过美国此举确实让人感到不齿,毕竟自己给出的制裁却不遵守,反而要求他国必须遵守,这岂不是只准备官方或不许百姓点灯。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,美国的处事原则,就是没有原则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